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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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搭红唇 把她的小脸硬得更白皙了 而且古运十足 top7 侯明昊宇周也护心 护心 剧中天耀多年前曾爱过女配素颖 一度要和她大婚 却没想到素颖接近她一直都是别有用心 天耀在大婚日被抽筋包裹 也让她不再相信人 后来终于被元气少女宴回一步步至于 不同于周也在山河令穿的绿色嫁衣 护心的婚服是白色的 这套也好美 和杨子在香蜜穿的白色婚服有点像 top6 人家伦与景田 大唐荣耀 大唐荣耀虽然已经播完多年 但剧中的大婚造型仍然让人难忘 剧中景田穿红嫁衣真的太美了 景田本来就是个明艳的美人 特别适合红色 而大唐荣耀的嫁衣也超级美 用大红花代替头冠 额头上的花垫很有唐朝美人的感觉 而剧中沈珍珠多年来寻寻觅觅的救命恩人 原来就是他嫁的这位 只是大婚当晚还不知道 top5 陈兴旭与彭小冉 东宫 东宫的大婚名场面编辑也很喜欢 东宫前期有一场充满抑郁风格的婚礼 小枫和李承宁都换上了抑郁婚服 这场婚礼和传统中式大婚很不一样 不过后面就开虐了 小枫本来开开心心和顾小五结婚 殊不知是引狼入室 顾小五摇身一变 便风潮皇子李承宁 然后灭他全组 杀他全家 真的心碎满地 后来小枫和李承宁双双失忆 命运又将两人纠葛在一起 小枫注定要成为李承宁的太子妃 本来失忆的两人又重新萌芽爱情 殊不知小枫在大婚前夕 知道了是李承宁为了登上东宫之位 带人灭了丹池 小枫第二次被李承宁伤透了心 无法接受要嫁给灭族仇人 两人明明都爱着对方 却要假装不爱对方 大婚日没有半点喜庆 又虐又甜 玻璃渣里找糖吃 TOP4 于舒心与王鹤帝苍兰爵 苍兰爵是公认造型非常精致的古装剧 剧中的大婚造型也美得让人印象深刻 东方青苍和小兰花开启人间副本 在一连串阴错阳差之下 东方青苍化身东方圆外 要与花魁谢婉青成婚 小兰花成了东方圆外的妹妹 要和萧润成婚 谢婉青和萧润分别是赤地女子和长恒 在人间力竭的身份 乌龙越闹越大 但这婚也只能硬着头皮解了 苍兰爵一场婚礼 两对新人 但四个人心情截然不同 谢婉青和萧润因为自己 能和心爱之人成婚而开心 小兰花和东方青苍却是五味杂陈 TOP3 杨子与邓伦 香蜜沉沉浸如霜 算一算 杨子在香蜜沉沉浸如霜 穿过四次嫁衣呢 最经典的就是 剧中紧密和润云大婚的白色嫁衣 古装剧很少嫁衣是白色的 而紧密这套白色嫁衣 华丽又大气 真的美 不过这段剧情很虐 再来看看香蜜 杨子的红嫁衣 与黑嫁衣 除了喜庆的红嫁衣外 黑色嫁衣也好美 很有魔族的味道 看起来很有气势 不得不说 香蜜的造型设计的真的很不错 这几套嫁衣各有亮点 TOP2 赵丽颖与冯绍峰 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兽 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兽 大婚造型非常经典啊 每次讨论到女星古装婚服这套 都会被提 和其他的红衣不同 知否这套是绿色的 其实这是还原宋朝传统一致 其实在北宋时期 有红男绿女的说法 女子穿绿色是地位的象征 当家主母都穿绿色 所以出嫁穿绿色嫁衣 显示位分 而赵丽颖头上 那顶巨型头冠也是经典 一看就知道很重 剧中她把头冠拿下来时 额头上还压出两个印 头冠越大越华丽 也显示新娘子的身份与尊荣 代表嫁得好 Top 1 罗云熙与白露长月静明 获得冠军的是长月静明 长月静明的大婚造型 真的好看 罗云熙和白露在长月静明 结了四次婚 四场婚礼风格都不太一样 像是明夜和桑九的敦煌风婚礼 飞鸟拉着礼车 使者飞天跟随 气势磅礴 华丽庄重 每一个画面都精心设计过 而且充满东方美学 网友都笑说 这大婚每一幕都是经费在燃烧 还有夜西雾和谭台静的血虐大婚 夜西雾在大婚之夜 成功集齐了九颗式魂丁 亲手将式魂丁打入谭台静的心 更狠心地说 我本来就是来杀你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但台静因此绝望吐血 而墨语云间 杜华年这些近期播出的新剧 则没有出现在网友的投票选单中 不过也带大家看看 今年古装剧的格式婚服 首先是大家等了五年 才等到的庆余年 范贤和娃儿大婚 这场婚礼 当时还被网友嫌弃 拍得很阴森 很寒酸呢 但是范贤与娃儿的婚服造型 不仅美观大方 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了解 庆余年婚服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婚服 同时又融入了现代元素 使得整个造型 既具有古典韵味 又不失时尚感 婚服上的每一处细节 都经过精心打磨 从选材到制作 都力求完美 婚服上的刺绣图案 寓意着吉祥如意 百年好合 寄托了人们对这对新人 最美好的祝愿 而婚服的颜色搭配 也十分讲究 既有红色的喜庆与热烈 又有金色的华贵与典雅 整个造型充满了 浓郁的东方风情 然后是墨语云间 萧衡和薛芳飞的大婚 墨语云间 虽然是架空古装剧 但造型参考了宋朝 剧中的婚服 也遵循了红男绿女的传统 绿色是尊贵的颜色 也很用心 背景选择用摇曳的烛火 被风吹动的红沙 来衬托氛围 杜华年 李荣和裴文轩 也结了不止一次婚 剧中 李荣是大夏朝长公主 裴文轩是她的驸马 长公主结婚 当然不能失了面子 所以 剧中的大婚场景也很盛大 婚服超华丽 张灵鹤身着传统婚服 举手投足间 尽显贵气 让人不禁联想到 她在剧中的高贵身份 她的神态凝重 而又不失温文 仿若古代贵族 真实走入现代 带领着观众穿越时空 这一形象转变 不仅令人眼前一亮 更是让粉丝 对张灵鹤在剧中的表现 充满了无限遐想 狐妖小红娘 月红片中 杨幂与陈瑶所饰演的两位主角 其婚服设计 更是将观众带入了 一个璀璨夺目的梦幻世界 杨幂的婚服 以流光溢彩的绸缎为基 镶嵌着细腻的珠玉与银线 勾勒出一席 仿佛蕴含了星辰月华的华丽长裙 举手投足间 尽显狐妖的妩媚与高贵 而陈瑶的装扮 则偏向青雅脱俗 一席青纱漫舞 配以淡雅花卉刺绣 既保留了人间女子的温婉 又巧妙融合了仙霞之气 两人的造型设计精妙绝伦 每一帧都足以让人驻足凝视 成为全剧不可多得的视觉盛宴